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菩提心 想要我们继续讲《入菩萨行论》 《入菩萨行论》当中 现在正在学习 对身体不要有贪执 因为如果贪执身体 那我们修行不成功的 为什么自古以来 历代的高僧大德们 都对自己的身体不贪执 舍弃自己的一切亲朋好友 然后在寂静的地方修持正法 原因就是 依靠知足少欲的心态 在清净的殊胜圣地 应该能获得成就 而在溃劳的一些城市当中 很难以得到成就 因此在《佛罗那清闻经》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这个教证映在《大圆满信息修习大特殊》当中 所以我觉得 我们作为一个后学者 修行人来讲 的确是 始终都有这样的心态 我总年都是一直在 一个清净的地方修持佛法 要依止一个善知识 当然如果具有条件 依止善知识的条件 你亲自依止也是很好的 如果这个条件没有具足 那么按照上师的教言去做 这就是依止上师 现在有些人认为 我没有依止上师的条件 其实他的想法 好像所谓的依止上师 就是天天都是跟着上师 天天看着上师 天天覆着上师 那么这个作为依止 上师所讲到的这些殊胜教言 从来都是置之不利 从来没有精进地修持 那么这个不认为是依止上师 有些人是有这种想法 但实际上我认为并不是这样 所谓的依止是什么呢 就是上师所讲到的 如来的教言 你自己尽心尽力地去行持 自己一定要认认真真地去修持 这就是依止上师究竟的意义 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按照上师的教言去做 上师也没有给你传讲佛法 你天天护着上师 天天看着上师 然后让上师什么自由都没有 一举一动都是一直盯着的 那这个是不是 依止上师的一种表现呢 肯定不是 肯定不是 所以我想现在有些人 一直认为 我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依止上师多惭愧 多痛苦 其实我觉得现在依靠 各种这些方便方法来 很多人应该有 依止上师的这种条件 如果你没有按照这样做 那你整天都护着上师 不一定是 依止上师的一种行为 所以我们首先每一个人 自己心里面 用过这样的一种决心 自己在有生之念当中 好好地行持大乘佛教 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一种誓愿 我也是在反反复复地 再生再世地在强调 强调的原因 我非常希望 我们许多修行人的人身 有着重大的转变 没有重大的转变 你以前也是在社会上 恒恒恶恶地过着现在 然后现在以后 从此以后还是照样这样下去 我想我们听法 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因此通过我们这次的学习 应该在自相续当中 获得了一种真正的信心 我想我也是的的确确在这里 可以说口口破心的 整天甚深历劫 这样汉者的目的 也是实际上你们的相续 得到一点点利益 有时候凡夫人的心 就变得比较快 好像很多人 没有认真的学习的时候 自己觉得是特别失望一样 好 所讲的 没有什么得到的意 有时候一个人说 我要好好地修行 正在修学 这样一说的时候 心里好像有一种安慰感 有这种感觉 今天有一位佛友 从普陀山给我打电话 说 最近他通过学习这部论典 心里面有一定的改变 有圣执念当中 一定会认真的学习 以前都是在一个 迷茫的生活当中 现在终于自己找到了 一种修行的指导 有解脱的希望 他一边哭着 一边把电话撩了 好像说不下去了 后来我想了想 确实是 也许在我们这样的传讲当中 也许有一两个人 我要求不高 以前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有二十多人听说 我都心满意足 真正有极少数人的相续当中 对大乘的佛法 有了彻底的了解 让自己的方向有所改变 以前就像我们 《亲友书》里面讲的一样 从黑暗当中 趋入黑暗的道路 或者是从光明当中 趋入黑暗的道路 那这种人完全都改变 以前从黑暗当中来的人 趋向光明 以前从光明当中来的人 趋向光明 这就是我们所学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想在座的各位 也是应该自己有 发自内心的一种决心 坚定的誓言 这一点很重要的 那么我们在座的人 也非常希望 就是学习的时候不要 一天两天都已经足够了 学习了三年四年 然后再也不学了 再生起延万行 再不要这样的 应该我们的学习 乃至菩提果之间不能间断的 如果没有这么大的誓言 那么即生当中 也可以说是有生之念当中 你修学佛法 听闻佛法的今生不能断的 我最近在这个新闻里面听到 日本有一位 观世音菩萨的华生 他的开始 在开始当中是这样讲的 说是他在十几岁的时候 一直学习佛法 每天都闻思 那么现在七十来岁的人 但现在还要继续闻思 还在不断地学习 我听了之后确实是大吃一惊 我有时候这样感觉 给好多的朋友和佛友也在经常说 哎 我现在已经闻思了二十多年了 我现在该修行了 我现在闻思已经足够了 经常说过这样的话 后来自己想起来了 自己的的确确是 自己学习二十年有什么了不起的 别人已经 如果是从十来岁开始 现在六十多年的闻思 但别人不管是智慧 人品 证物 从哪一方面来讲 像我们这种人 也可以说万分之一的功德 自己的相续都不具足 那么别人还有这样求法的精神 对佛法的闻思修行那么重视 我们这些区区小人 真是自己 好像以小小的一种知识 有满足感 非常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有些各位 好像听说是 现在学习了两年 四年的 已经可以了 就要跑到别的地方去实修了 我听到以后 觉得非常稀有 不要这样的 应该你听了三年 四年 还没有小学毕业 的的确确 我们小学毕业 现在一般来讲是要五六年了 所以你自己认为 学习了几年以后 哦 已经满足了 我现在到别的地方去 我可以盲修了 有些可能我是这样想的 不一定是真修 可能是盲修 所以最好还是 不断地一直上师 如果一直上师 真正的条件没有的话 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就按照自己对最有信心的 上师的演讲去 经常要求自己 每天都听歌 每天都去学习 乃至你死亡之前 不断地在佛法的氛围当中 继续喘息 这一点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开头也给大家 希望不要放弃佛法的闻思 如果对佛法的闻思 已经放弃的话 我看你们很多人的修行 不一定是成功的 自己认为自己 好像有一定的境界的话 肯定是琢磨的 不一定是真正的修正 有时候人自己相续当中 好像到了一定的时候 自己什么都不需要 以前美国有一位居士 他到这里来 在路上的时候 给别人口口声声地说 哎 我什么都已经证悟了 不用了 后来他们到饭店里面去的时候 他开始点赐 哎 我要吃这个鱼 吃那个鱼 非常可怕的 所以自己认为自己已经证悟 肯定是有一种危险性 自己认为自己现在 已经闻思不用了 已经足够 这是一种无入歧途的一种标志 也是一种想 所以希望应该 自己对闻法方面不要有满足 其他任何一些贪嗔痴的对境 有了满足的话 这是我们修行来讲是最好的 下面我们继续宣讲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腹劫诸骨骼 身观止于水 当则如首酒 何处见净妙 前面我们也继续观察了 从整个身体外面的表皮 一直到里面的进入 然后到内藏之间 也没有什么可知的 进化的成分 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身体 在身体的骨骼当中 或者说是身体的内存 有一些值得接受的 值得取受的 值得贪执的东西 那这也是一种妄想 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 一种愚蠢的想法而已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我们昨前天所讲的那样 人的身体可以不断地去抛弃 不断地可以去分析 当分析的过程当中 首先我们从自己外面整个身体的框架 一一地分析 到了内层的骨骼的时候 所谓的骨骼也实际上是 没有真正值得所谈的东西 我们百生生的这些骨骼 一个一个就分开 分开的时候 实际上所谓的骨骼也是骨脂 骨木 还有骨髓 等等 这些组成的 除了这个以外 应该是没有的 有时候我们到了石头林以后 天葬师正在破析的骨头 也可以对自己的身体 生起一种定解 有时候看到这些 几十年的这种白骨 你拿来可以看一看 其实这个白骨 曾经有些人把自己的白骨 也是非常执著 但是现在到了这里以后 他也没办法执著 只不过我的身体 过几年以后 也完全跟这个质量 没有任何差别 就自己把自己的骨骼 跟石头林的这些白骨结合起来 然后可以观想 观想的时候完全能明白 所谓的人特别执著的 这些身体的成分 也是只不过如此而已 因此我们也可以 想想细细地从头骨 一直到筋骨 脊椎 打下腿 所有的这些骨骼 想想细细地去观察 如果你详细去观察以后 最后在整个骨骼当中 有没有什么可知所取的进化呢 的确是没有的 尤其是人的骨头 基本上都用不上了 很多都用不上了 有时候看到好像牦牛 或者其他动物的骨头有价值的 比如说人死了以后 肉也不能吃 然后人皮也不能买 也不能做什么东西 然后头发更不能做什么 所以人的身体最不值钱的 应该可以这样讲 如果是牦牛的话 我都有时候这样讲 牦牛一般如果是在秋天 秋天时牦牛比较肥 所以买出去几百块钱 几千块钱肯定没有问题的 然后到了春天的时候 牦牛的肥肉都是没有的 但是它的骨头或者牛皮 买了几百块钱也没有问题的 可是我们人死了以后 什么都不值钱 所以我们也没有这种说法 这一家人死了 肯定他们要发财了 没有这种说法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想 有时候人们特别地去执著 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整天 白天晚上都是这样 哪怕是我们身体上 落下一个小小的火星也忍不住 别人稍微闯一下 别人稍微说 你身体 你的鼻子不好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当中 鼻子是一块小小的东西 然后别人光说 你的鼻子不好 也不应该生气的 但是我们可能起得包袋如来 怎么说我的鼻子不好啊 其实整个一个 尤其是大鸽子的话 我想一个大鸽子 小鼻子 光说他的鼻子不好 除了鼻子以外 还有那么庞大的身体 应该说 不应该生气的 但是我们人因为 对他特别执著 所以好像把自己的鼻子 割掉了一样 特别不高兴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无始以来的身体 有着如是的贪执 这种贪执 实际上对我们来讲 还是修行时的的确确 有一定的危害 如果我们经常 依靠这种白骨观 依靠这种不经观 以这种修法来经常修持 那自己的修行 有一定的帮助 以前在很多佛教的修行当中 也是有不经观的修法 现在也是泰国 缅甸等许多国家 很多的修行人到了一定的时候 就专门到一些 清净的森林当中去 然后就开始观白骨 以前我去泰国的时候 泰国有好几个道场 专门观白骨的地方 有些尸体一直放在那里 让修行人 专门到那里去看 整个身体里面的米兰 还有白骨的颜色 然后首先好多修行人 看着这个白骨 然后自己到山里面去 再继续修几天 几个月 然后又下来开始观白骨 有这种现象比较多 这样实际上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贪执 逐渐逐渐会减少 如果减少 我们修行也会成功的 而且也有证悟的机会 以前《清净道论》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有一位修行人 他整天都是观白骨 最后他整个人的身体 完全都可以能观成白骨 但是没有获得真实的证悟 有一次有一位美女 她跟自己的丈夫吵架 吵架以后 他准备到他的梁家里去 但他路上的时候 他为了让自己的丈夫生气 然后自己也想勾照 一些其他的男人 自己的身体装饰地 打扮得像天女一样 非常漂亮 然后再路过 再路过的时候 他正好看见那位修行人 在观白骨 这个美女也很不吉祥 然后他就与他 一个观白骨的修行人 然后他正在观白骨的时候 一看到这个修行人 因为他的身世 也可以说相貌端严 威仪也极其地庄严 而且目不屑是非常如法的样子 他看了以后 生起极大的贪心 然后他双目一直盯着他 心里面一直要想引诱他 正在这个时候 那个修行人也看见了他 看见他的时候 他眼睛一直盯着他的时候 当时安住在他的境界当中的时候 他完全看见 非常可怕地露出鸟牙 然后整个一个白骨向他冲来 正在那个时候 安住在他的境界当中的时候 他不但被美女 没有密住 而且当下已经获得了阿罗汉果位 肯定美女所有的希望 就已经入抛营了 没办法了 所以有些修行人应该可以这样讲 当他遇到最严厉的对境 或者是非常可怕的对境的时候 安住在他的境界当中的时候 也有证悟的这种现象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看出 这个观白骨 在我们印度的很多修行法当中 也有观白骨的传统 中国汉地的古代 也有一些清净的 宗林和道场当中 也有这样观白骨的一些修法 在藏地的一些修行的 清净道场当中 也有这样的修法 所以自古以来的这些 各大传承的上师们 也非常重视 这样修行以后 将我们自相语当中 非常火热的贪心 执著 这些有一定的帮助 一般来讲 从外面的身体 对自己身体的执著 对身体的打扮 装饰 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的修行是怎么样 有些人对自己的身体 特别特别地执著 那这样的话 不管是你出家人 你在家人 就很多人应该是对 修行不一定特别地重视 原来我有一次在一个城市里面 念《窍诀宝藏论》的传承 当时《窍诀宝藏论》里面 也讲了很多 装饰身体是非常羞耻 非常愚痴的行为 当时有几位居士正在听 当时他们也特别喜欢 有好几个男的女的 特别喜欢打扮的 当时我特意地把 无光传承不应该说 但是有时候看到他们 好像不像一个修行人 然后我就特意地 把这一句话翻译给他们 本来是用赞维来念传承 但是我特意地把这一句话 无光尊在的 因为《窍诀宝藏》六个法 六个法 我特意地这样说了 说了以后 也许是我的错觉 从此以后 好像他们好几个人的行为 还是有所改变了 并没有那么时髦 从此之后 也许是 下面我们下一个颂词 若是轻寻女 若未见尽妙 何故有贪者 爱护持故身 下面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 反反复复地 做了一番观察 做了一番观察以后 就知道 你的身体当中 确确实实是见不到一个 非常值得精髓的东西 有意义的东西 从皮肤里面也找不到 肉里面也找不到 骨头里面也找不到 然后骨髓里面 能不能找得到呢 也没有 然后头盖里面也找不到 脑水里面也找不到 最后 好像整个身体的上上下下 真正好像一个口袋里面 装一个不禁粉一样 除此之外 什么东西都是没有的 但世间上的人们 根本不会知道的 而这样我们一说 有些人认为 觉得这是非常不合理的 你看世界上 历史上有这么多的人 不断地赞颂 不断地赞美 不断地装饰 打扮等 那这样的话 我们修行人一说的话 恐怕有些人就不能接受 这种情况也是有 所以罗摩菩萨 在《中光八门论》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吧 说是对不禁的身体 有些人不断地赞颂 不断地装饰 这就是非常愚痴的 也是非常修持的一件事情 说得非常清楚 但是世间人的说法跟 修行人的说法有些不相同的 真理是哪一个是真理呢 当然是修行人的这个就是真理 但是世间人不一定 聊到他的道理 所以我们也应该这样想 首先对整个身体的 里里外外再三地去观察 再三地观察以后 从中如果带到了 少许有一些干净的地方 或者有意义的地方 那我们值得也是 赞叹自己的身体 赞叹别人的身体 这也是合理的 可是并不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而毁谤我们的身体 这也没有必要的 但是真正从身体的质量 从身体的里里外外去观察的时候 自己也是找不到 一个失忆 精妙的东西 别人也是找不到的 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对自己的身体 最好也是没有必要 特别过于地去贪执 如果你去特别的贪执 那这也是不合理的 的确是不合理的 不清净的一个食物 我们一直把它当着黄金 合不合理 非常不合理的 我们对厕所里面的一个不紧分 当着黄金 实际上它又没有这个价值 大家应该清楚 所以龙猛菩萨有些教言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吧 说美女的身体再怎么样好 那么就像一个不紧分一样 不紧分心装再好 再这么新鲜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价值 所以我们也应该知道 自己如生的本体 如生的本体如果已经知道 那么我们平时也不一定吧 所有的精力和财物 全部用在那一上面 以前索家仁波切说过一句话 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 有些愚笨的人把自己所有的精力财产 用在身体上进行装饰 这是非常愚痴的一个行为 就像一个过路的人 他把自己所有的财产 全部装饰给女店一样 因为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 全部装饰给女店 过一夜的话 那么第二天他自己就走了 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装饰 这个宾馆合不合理呢 肯定不值得 你应该带上好一点 所以我们有一些财产 我们有一些福报 当然对身体稍微装饰一下 也是这就是世间的一种传统 现在世间上的人们认为有了金银财宝 必须要挂在身体上面 有了装饰品的各种粉末 各种盐饰 这些都是全部 涂抹在自己的身上 不过大多数的人就是这一块 面部装饰的也是这一块 然后铁的也是什么 乱七八糟的全部都是在 只有面部 除此之外大多数的 印度人在脚趾上有一些装饰 好像中国人 现在还没有这样 尤其藏地的话 特别冷 所以现在脚上有什么样的装饰 谁也看不见 现在我们好多地方 都开始结病了吧 所以我想我们所谓的装饰 也应该值得 需要观察 那么这样以后应该说 对身体的耽著 身体的贪执 也可以断除的 其实我们如果真正能 刚才前面所讲的一样 把身体的骨架 身体的肉体的整个状况 完全能了解的话 那么也不会贪执自己的身体 也不会贪执别人的身体 就记得以前《法聚经》 佛陀的《法聚经》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公案 有一位王后 王后她特别地贪执自己的身体 她一般都不愿意 到寺院里面去 当时佛陀正在寺院当中 传授佛法 但是她如果去了以后 她听到佛陀经常说 我们这个身体 如是如是不干净 这样一说 她就接受不了 所以她就经常 不愿意到寺院里面去 但是她的国王很想 让她好好地皈依佛 好好地修持正法 她想尽一切办法 让她到寺院里面去 结果经常不肯去 有一次国王下命令 他就要求在国家里面的一些 喜欢写诗的诗学家 要求赞叹寺院的寺经 寺院的一些功德 寺院的一些众众的伟大等等 这些诗人正在赞叹寺院的 各种功德的时候 当时王后正是在那个地方 她感到兴趣 她想说 今天如果有很多诗人 专门赞叹寺院的话 那我还是要去一下 当天去了 去了以后 国王和王后 到了殿堂里面 到了殿堂里面的时候 当时释迦牟尼佛 观察他的根机 他对佛法根本不敢兴趣 正在这个时候 佛陀不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能了知众生的根机 然后他的智慧变化成另外一个 非常绝舍的美女 非常好的一个美女 站在她的后面 对她进行散风 在这个时候 她也是看了一下 她长得非常的漂亮 好像自己都是觉得 在相比之下 自己都觉得不能逼她 然后王后觉得 哎 世界上有这么好的美女 她长得真的是很不错 她一直看着 一直盯着 盯着之后 因为刚才这个是佛陀幻化的 她刚才这个美女 逐渐逐渐就已经睡牢了 已经变成了老太婆了 然后再慢慢变成死了 死了过后 她的肉体 逐渐逐渐就弥烂了 弥烂之后 就整个变成骨架 而且剩下的这些肉 遍满苍蝇 出得不得了 整个殿堂里面 都是特别臭 正在这个时候 她就觉得 世间所谓的美色 也并不是永恒的 没有什么价值 正在考虑这个时候 佛陀已经察觉到 她的根机已经成熟了 然后佛陀进行告诉她 说 你们世间上对相貌 对自己的容貌 极为执著的这种愚痴人 实际上是不合理的 那么所有的这些相貌 所有的这些美妙 实际上只不过如此而已 然后对她进行了宣说佛法 宣说佛法的时候 当她获得了出国 最后宣说完毕 整个佛陀的教言的时候 她已经获得了 阿罗汉果位 所以说 我们有时候观想这些法 然后对自身也好 对他身也好 应该能了知 身体的这种本质 当然是自相续当中 有非常可怕的一些烦恼 这样的话 也可以能对治 所以说 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修行人 自相续当中没有这个烦恼 也是很困难的 有时候有了这种烦恼 那么强迫地给她说 你好好地一直正知正念 你不能反击 你不能天天都是 想着自己的身体 别人的身体 不能贪执别人身体 这样一说 也不一定能接受 即使接受的话 这种力量不是很大的 如果你完全知道 自己和他人身体的本质 这样以后有时候可能 我们未经观察的时候 也产生一些贪心 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但是从本质上 好像是一个人没有生命 他就爬不起来 所以他的贪心也是 从根本上已经 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对境生起贪心呢 认为这是一种功德 按照十两论的道理来解释的时候 把对境看着功德的时候 对他进行生起贪心 然后对对境产生一些功德 过失的心态的时候 对他进行生起嗔恨心 如果原来你觉得 你所贪执的美色 好像是特别好看 然后你对别人的身体产生贪心 或者说你自己 你每天都是照镜子 每天都是打扮 哎呀 现在我真的长得非常不错 如果你再进行打扮 可能天上的妙音场 你也是不能逼我了 他也可能不好意思 那这样你想 最后自己觉得整天都是 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肉身 对不净的身体 就是每天都是这样 花时间 花精力 花财物 最后自己的 当然如果我们修行 没有任何影响 整天你打扮也怎么样 都可以的 这个应该是你的财产 你的时间 但是你对修行 直接或者间接 肯定是有损害的 有损害的 所以我有时候这样想 现在除了一些出家人以外 一些在家的年轻人 真的学佛的理念 是非常薄弱的 他们心里的烦恼 也比较重 再加上经常贪执自己的身体 还有里里外外的 许许多多的一些鬼缘 所以我想有时候 稍微成年人 三四十岁以上的人 修行比较稳重 因为知道自己身体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 贪执别人也是这么一回事 贪执自己的身体也是这么一回事 所以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有一定的成熟 随着年龄 他对外面如生的执著 逐渐逐渐会减少 在这个时候 好像对他进行宣说一些佛法 有一种成熟的感觉 所以说我们大家 在所谓学习佛法的时候 应该尽量对自身和他身的 执著减少 如果你对自身他身的 执著有所减少 说明你应该有修行的进步 如果仍旧都执迷不悟 一直贪执自己的身体 一直以精心来 呵护自己的入身 那什么时候证悟呢 也很难说的 好 下面再下一个颂词 若若勾不堪斥 身血不予饮 常为不施顺 身腹何所需 贪身唯一饮 唯护酒食 他这里是这样讲的 尽管我们前面一直在三观察 但是如果有些人觉得 所谓的身体还可以 应该执著他 我们可以依靠身体来做很多事情 身体也可以成为 我的享用之法 这种想法 也是一个大的错误 怎么说是大的错误呢 其实你真的去观察 你要想享用自己的身体 身体一点都不能享用 你身体的筋肉也好 里面的肥肉也好 什么样的 里里外外的身体 实际上任何人 也是不能享用的 不能吃你的忍肉 印度也是对忍肉 非常讲究的 所有的肉当中 忍肉是不能吃的 如果吃的话 在整个人类当中 他们都受什么绩效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些地方 除了在黄世纪以外 也没有听说过吃的人肉 今天死了一个人 我们应该中午好好地吃一顿饭 这种说法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的身体再怎么样好 这个身体 有些可能身体特别地肥胖 看起来也是很好吃 但是你怎么样也是 你人死了以后不能吃的了 所以享用肯定不行的 然后身体上面的血液 浓水等等 这些可不可以喝呢 再怎么样也是不能喝的 这个是大家也应该非常清楚 因为身体里面什么样的液体 不管是怎么样 都是藏的 不可能人们想喝自己 胜利的这种液体 这些都不会用的 内藏当中的 肠胃 肝胆等等 这些可不可以享用呢 这些也是不能顺的 不能享用 那么除此之外 你身体的整个里里外外 有什么样的价值 有什么样值得享用的之处呢 肯定是没有的 肯定没有的 如果是一些牦牛 或者一些其他的动物 有些动物的肉是可以吃的 有些动物应该 他的身体全部都可以 基本上可以享用的 可是我们人的的确确 也是不这样的 不这样以后 我们认为是 我的身体很干净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 连旁生的身体都是不入 旁生的身体再怎么样也是 死完了以后可以吃了 不是特别的脏 然后我们的身体 尤其是拿到石头里以后 你身体是再怎么好的身体啊 国王的身体也好 王妃的身体也好 领导的身体也好 什么样的你的举障 什么科障 什么样的领导 平时他活着的时候 大家特别恭敬的这些人的身体 拿到石头里的时候 都不愿意看到 不要说享用 有些人 自己家里的人 特别特别地执着 家人死了 家人死了以后 刚开始的时候 抱着尸体有这样的 但真正过几天的时候 你也愿意马上就处理了 不行 现在臭得很啊 你不哭了 你如果特别想哭 就一直放在你床上看怎么样 但是谁也不会这样 所以身体的本质就是这样 我们一直这样贪执 那有没有什么用呢 绝对是没有用的 以前《世尊广传》当中 不是有一个女的 她自己贪执自己丈夫的身体 最后变成骨架的时候还背着 后来佛陀的化身 已经救了她 那种故事 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精彩 其实我们人真的 不管是看别人的身体 看自己的身体 都是非常恶性 应该可以这样说 人活着的时候 实际上也是这么一回事 米拉日巴尊者 也不是这样讲的嘛 是将而生为之尸体 本为现在之身体 我们将而生畏惧的身体 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 只不过现在有一个生命 人活着的时候有一点气 人死了的时候 活动不能 就倒下去了 实际上 除了这个以外 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以前 印度有一位王子 他以前前世修过一些佛法 经常修一些布金观 有一次 成千山王的王妃当中 他到了晚上的时候 一看都是全部 好像石头林一样 特别害怕 当下就马上跑到 寂静的地方出家去了 所以有时候你看到别人 不管是男人的身体 女人的身体 应该尤其是以前修过一些白骨观 修过一些佛法不尽观的人 别人的身体 非常可怕的 活着的身体也是这样的 世事人的身体也是不例外 因此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也不能吃 也不能喝 也不能寻 那么现在有什么用呢 虽然不能吃 但是他做装饰品 他做其他的一些用品 也是可以的 做什么灯子 或者做什么 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 依靠人体来做一些东西 也是可以的 或者人的骨头穿成连珠 呆在脖子上 那这样作为装饰品也可以 但是好像谁也不敢这样 所以说 我们应该知道 我们平时特别贪知的身体 实际上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在社会上这样一说 认为我们可能精神有点问题 人生是那么好 身体是那么棒 身体好像阿尼桑的姑娘 是像水一样的 眉入水 是吧 眉入水的话 脏肉分辨 我们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修行的时间上 有各种赞美的词 进行赞叹 但是这也是世间的一种 迷惑的状态当中 是这样做的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因为学习佛法 从这样的迷惑当中获得信物 获得信物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真理之后 真正是知道 一切万法的本质 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贪知身体的 唯一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为了 保护这些石头林的狐狸 土鳩 或者野狗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天天通过各种方法来 天天吃肉 天天吃一些螃蟹 把身体养得又肥又胖 这样的话 那以后石头林的这些动物 他们食品多方面做好一些准备 就像我们有些主人 天天都是养鸡 养猪 最后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主人家吃得好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 每天都是吃吃喝喝 目的是什么呢 无非是 石头林里面的这些老鹰 吃得薄一点 唯一的目的 听说现在有些家伙父 也是为了自己身体非常胖 然后经常吃一些 喂猪的食料 这有时是个别人吧 当然是 这种做法 也实际上可能是 目的就是以后 为了把这些 在石头林的这些饮酒 非常高兴 然后其他像饮酒般的 一些没有头脑的 光是看色法 清醒性的这些人 也是获得一种满足 可能有各种目的 他活着的时候的目的 就是不求正法的 整天看着外面的肉色的 这些一些信徒 也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获得快乐 然后一些饿狗 一些兔酒 最后一看见 噢 石头林来了一个特别胖的人 那他们也是高兴坏了 所以也是这样的可能目的 所以我们现在 应该以知足少欲 或者追顺千百高僧大德们的 一些行为 再从内心当中 生起一些菩提心 内心的善念 永远也是不会退失的 我们的身体 暂时都可放一样的 就是一定会 当你在这里写夜晚上 第二天不管怎么样 肯定要退房 你肯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前往别的地方去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在身体当中 就像一个客人一样的 就像佛字心里面说的一样 就像暂时借用的 一个客房一样的 然后在这里待几十年以后 我们一定是把身体舍弃 然后前往另一个地方 应该说 从另一个旅途开始启程 人身的另一个阶段 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对轮回的整个生意 对轮回的整个漫漫的路程 一定要了解 如果你这个没有了解 人总是只有一生 这一生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弄好 所有的所作所为 全部都是为了今生的利益而作 那么这些人 真的非常愚笨 所以我们作为佛教徒 有时候感觉到 应该说 知道一些真理 非常荣幸 大家也应该从 真实的意义上面观想 真实的意义上面 尽该修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也就是说 依靠身体来应该修持善法 现在我们这个身体 千万不能用造恶业的意气 应该依靠身体来 行持一些善法 就前面讲这个道理 顾应欺持善 度为修处善 众如忽如痴 世身不留情 多以十九个劫持 福何如 他这里讲了 所以我们应该要借用身体 以用身体行持善法 才有真正的意义 本来我们的身体确确实是 三十六种不经法 组成的一种食物 但是依靠它 也能获得了一些利益 就像《中观四百论》 里面所讲的一样 我们行持善法方面 依靠身体 依靠身体 也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依靠身体 受持清净的戒律 行持善法 做布施 六度万行 生起菩提心 我们虽然这是 非常不清净的一个东西 但是依靠不清净的东西 实际上让我们心里 自己的心得到永恒的解脱 得到永恒的快乐 这也是依靠身体 所以我们在前行当中 有些教言当中说是 依靠身体 也能获得解脱的主 解脱的大船 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 也千万不能把身体 啊 我现在生病也酸了 这个身体不是上师讲 那么不清净的东西啊 我不吃药 我不喝 我不看病啊 我死了就死了 你看我这个身体是这么丑陋啊 我不想了 从此以后再也不洗脸啊 再也不什么啊 也没有必要这样的 虽然这个身体 本质就是这样的 我完全已经明白了 但是我依靠这个身体 我还是要行持很多的善法 我依靠这个身体 我要帮助众生 要利益众生 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 绝对是最有意义的 《萨迦格言》当中 也都是这样讲的嘛 平时不为他人想 此人行为如旁生 所以我们平时 如果没有为他人想 整天都是自己 吃吃喝喝而想 那跟猫牛没有什么差别 这种做法不合理的 但是我们现在活在人类当中 应该做一点有利益的事情 对自己也是有利益的事情 乃至生生世世 应该打好一个解脱的基础 然后对众生 哪怕是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 种下一点点善根 这也是有一定的加持 和有一定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钱财 全部是用在自己的吃喝上面 用在自己的打扮方面 这也是一种愚痴的做法 应该用在一些 比如说救护众生的生命 或者一些帮助贫困的人 可怜的人 病人等等 这样的话 那真正人民币的价值已经有了 有时候我都这样想 比如说我帮助一个贫困的学生的时候 心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 哎 这个钱真的非常有意义啊 这个钱真的 如果这个钱没有的话 他永远都是变成一个文盲 但是依靠这一点钱 他就有了这辈子的知识 也许有了这辈子的知识 他还要行持善法 永远的解脱也是 依靠人民币而获得的 有时候也应该有这种想法 所以我们现在依靠这样的身体 一定要行持善法 在佛陀在律藏当中 也是这样说的 说是行持善法的人的寿命 越长越好 就是行持善法的人 你活得一百岁 或者很多年是最好的 当然行持恶法的一些屠夫 一些妓女这种身份 活在世间上很长时间 也没有多大的必要 早一点 换了自己的入身是很好的 因此我们修行的一些教言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 尤其是有些年轻人 自己一定要发心 不能有些人啊 我现在特别苦啊 我很快的时间当中 可不可以离开人间 始终都是要想死 尤其是有些女众 有这种情况 很多人想早一点 到往生极乐世界去 实际上这种心态不太好 真的 我们得一个这样的人生 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有能力 有机会 一定要自己对自己 念一些长寿文 然后自己对自己 应该发愿 让我长久住世 我不是说开玩笑 因为我们这个人生 的的确确是非常难得的 而且遇到佛法 行持善法的 有大乘根机的 这样的身体 好不容易得到 如果你真的要相信 三界轮回的整个流转的过程 在无数的念当中 我们得到这样的人生是不容易的 而且我们这么千千万万的人当中 我的心相续当中 有一颗这样的 利他的心 菩提心 或者说有一颗善心 相信因果这样的人生 一般来讲 我们云云众生当中是得不到的 所以得了这么好的人生的时候 你自己一直 欺恃自己的身体 我现在这个身体有什么了不起啊 实在不行的话 我调和私杀等等 这种想法的确是不好的 应该就是行持善法 行持善法方面 一定要发心 每一个人应该发心 如果这样发心 你现在看了 好像你有时候生活特别痛苦 或者是觉得 活着没有意义 但是你再过一段时间 再过几年以后 对众生 对自己很有利益的 应该有很有利益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心情不好 也是一个阶段性的 任何一个人 一辈子心情不好的 这样的人应该说是没有的 很多人说 我在那个时候 我心情非常不好 当时我差点不是自杀了 有些好多修行人 也有这样的说法 包括有些著名的法师 在原来我刚开始 遇到什么什么违缘的时候 当时得心脏病 自己都觉得好像死了好一点 但是没有想到 如今我的事也是如是如是等等 也有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身体 应该是成为修行的因 任何一个人 最好不要蔑视自己的身体 一定要依靠自己的身体 要多多地发愿 以前印度贝罗法王 贝罗法王都是经常这样讲 他老人家还是 现在应该七八十岁的人了 但是他经常爱 每一个人得人生是很不容易的 一定要发心 要长住 当时他对法王如意宝 也是这样讲 你也应该发心 长久住手 我自己都是经常也发愿 我在这个世间当中 多活一点 我自己这样发愿 不仅仅我们每一个出家人 每一个僧人 每一个修行人 都这样发愿 他老人家也是这样 经常这样讲 实际上真的有时候 心的力量 它的引发力很强 我们经常这样想 应该会活得时间长一点 不然你天天都是说 今天早上我还没有死啊 我还要过这个生活 那做痛苦啊 我不想踢睡 那怎么办呢 还死不了怎么办呢 没有必要 就是这种心情 因为我们其实过的生活 应该说是很好的 如果我们在地狱当中 在饿鬼当中 早一点就是吃了好一点 那么我们在人类当中 再怎么样哭也是 实际上我觉得 没有那么认受不了的痛苦 是谁也没有的 因此大家一定要 自己对自己写长久 诸事祈祷文 下面就是说 刚才前面也讲了 虽然我们对自己的身体 如此地呵护 如此地尽心爱护 但是你到一定的时候 四周也不会留情的 他就像《正法念珠经》 里面所说的那样 所谓的四身 他是根本没办法避免的 他会抢夺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最后 我们再怎么样哀活 最后在我们的身体 抢夺之后 他就直接送给 什么土酒 野狗等等 在那个时候 我们怎么办 应该这样想 以前华智仁波切 也是这样说过 我们世界上的每一个众生 会死的 决定是死的 但是死的方法和死的时间 当时死的这种死缘 这种因缘 什么样的方式来死 谁也不能知道 我们在经堂里面的这么多人 死肯定会死的 大概一百年左右之前 肯定会死的 但是每一个人 我到底是被车祸而死呢 还是病死的呢 还是以什么样方式的死呢 除了有神通的人以外 谁也不知道的 因此我们也不能 等很长的时间了 我现在可能不会死吧 我再过一段时间了 我明年再好好修行 以前有一次 我好像在县上的路上吧 我打两个人打车 后来他们说 我们这次实在是没办法时间 我们工作特别忙 回去 但是再过三四年以后 我们到这里来皈依 我们那个时候 准备要好好地研究佛法 当时他们说了以后 我心里都特别地 也是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在世间上的人都这样的 本来来一次学院 是非常不容易的 很远的地方 千里道道来到这里 应该皈依佛 或者好好地了解一下佛 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世间 拖到两三年以后去了 到两三年以后 你有没有这颗心呢 绝对是不可能有的了 所以那个时候 你活在世间上 有没有也很难说 现在我们修行人与非修行人之间的 最大的差别 就是观无常方面的 我平常有这种感觉 从来没有学过佛法 或者是学的佛法 还没有特别深入的那些人 他未来的所作所为 有很多很多的梦想 有很多的一些愿望 但是全部能不能实现 非常困难的事情 而是修行比较好一点 他什么都是 哎哟 我可能会死吧 不一定是那个时候存在 包括明年的一些打算 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种无常感 所以我们在座的修行人 一定要对未来的死亡 还是要值得考虑 没有考虑的话 你所谓的死亡 你自己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 就突然就来了 昨前天 我们这里有一个道友 身体应该说是很不错的 那昨前天突然就发病 我们到那边去 在医院里面开道 不行了 马上就死了 两三天当中 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这种事情 每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发生的 每一个人的生命 如是地脆弱 可是我们永远都是有 好像自己根本不会死的那种 特别坚固的执著 一直受佛者 这样以后对我们的修行 直接是有所障碍的 因此我们时时刻刻 都应该这样想 我的身体 依靠身体 哪怕是活一天也是 我好好地念一点主义 好好地看一点书 好好地在心的相续当中 种下一个很好的善根 一直这样想 然后突然这种寺院来的时候 有些寺院不一定来得及 有些寺院可能让你在临终的时候 可能想一些善法 但不管怎么样 以前我们有些高僧大德里面说上的那样 美女的头发被火染了的时候 他就特别执著 马上要扑灭火 然后有些懦夫 他前面他的怀里 来毒蛇的时候 他马上就把它扑过去 马上想办法 所以我们对这个修行 也不能明日复明日一直拖大 我明年再修吧 我后年再修吧 我现在不行了 我现在工作特别忙 我家庭特别 我现在孩子读了大学以后 我才到你们那里去出家好不好 我那个时候肯定是健在的 那你怎么肯定呢 你什么孩子读大学 然后读大学以后 他还要成家 他还要死亡 孩子死了以后 你可能才开始想出家 才开始想去佛 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现在世间很多人的想法 跟修行真正的真理 完全都是背道而驰 可以这样说 修行当中 今天你想要皈依的话 马上要皈依 今天你想什么呢 马上要行持善法 因此再不能拖 要拖的话 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呢 也很难说的 所以《四座言路经》 始终都是一直观察着我们 因此我们的这种生命 在一个恍恍惚惚当中 做任何一件事情 就像汉地杀王一样的 一直对未来有一种 不可现实的一种欲望 对你可能留下了 非常多的遗憾 所以实在是不值得 应该什么时候 行持善法呢 一定要想 那么所行持的这些善法 自己要选择一些功德 就像是修持菩提心 修持出力心 在自相续当中 真正有利的一些善根 每天都是修一点 这样以后 你哪怕是活多少天 活多少年 一定是对你个人 或者对众生有利益的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时时刻刻 要祈祷上师三宝 上师三宝的这种加持 融入自己心的时候 自己修行很成功的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 光是在口头上 光是在一些行为上 让别人看一看 这种行为没有意义的 应该从内心当中 真的生起修行的念头 这样以后你也是 会变成一个很好的修行人 好 今天学习到这里 感谢心爱王 吃凡皮 吃净fi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